接着带你来看到吉安乡公所与吉安农会联手 4号下午在远东百货钱广场 举办了农特产品特卖会的活动 吸引到了许多民众前来抢购 而吉安乡公所也特别加码600份 面额50元的农产券 发送给现场的民众 就是要让乡亲可以加码选购农产品 力挺花莲的农特产品 4号下午2点左右 远东百货钱广场就排满长长的人农 这是由吉安乡公所与吉安农会联手举办的 农特产品特卖会活动现场 前几日因为受到山兔的台风影响 导致花莲县苏花以及南回中断 所幸苏花公路在3号下午经评估之后开放通行 让农特产品可以顺利北上拍卖 这也让农会以及农民松了一口气 昨天早上苏花公路宣布中断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蛮紧张 因为礼拜二礼拜三的货都出不去 那在跟乡长讨论的时候 乡长就觉得说 那我们应该要把礼拜二礼拜三的货做一个舒缓 让农民的损失不要减少到最低 公路级的段长确定一定会把苏花抢通 让我们的车可以过去 我们就直接到12点半就到集合地点再等待 结果也如期的在1点半就通过 那个崩塌的地点 那我们的菜晚上9点半的时候就可以到台北夜市 所以我们礼拜二礼拜三的菜就等于有一个舒缓 那今天早上的好天气 那苏花也没有管制 所以我们的车站还是继续过去 其实我们的整个农民的蔬菜销售 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为了支持优良农产品 金安乡公所特别加码600份面额50元的农产券 发送给现场民众 就是可以让乡亲可以加码选购农产品 优树珍说 希望苏花路朗能够更安全 让花莲优质农产品可以运往北部西部 农民们也不用担心无法运销的状况 想透过了这个活动有几个诉求 第一个我们需要一条运送平安安全的路网 来作为一个产销 在花莲可以得到农民跟整个产销的顺利 那今天呢特别的来加码600张的农油的使用券 希望把好的农产透过了行销 让花莲人都知道 花莲有这么好的品牌 再来就是不只是今天的行销活动 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行销 告诉大家 十三厢正式的农会 都是首先手新年性 无管在任何的一个农会 都可以买到这些非常好优质的农产 这一次吉安农会 一共准备了将近3000份的农产品 包括了龙须菜 芋头 韭菜 吉安米 奶油白菜 等等 虽然是上班日的午后 不过所准备的农品 不到半小时就被婆婆妈妈们采购一空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